好吃 都吃到什么了 有山楂 有豆腐 还有虾仁 口感很好 这道菜我也爱吃 太香了 有食欲 好吃 腻不腻 不腻 太行 听张老师说里面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 那我想告诉你 这个豆腐呀 在外边你看见了 其实这里有肉 夹馅了 对 对 是用肉 我刚才说了 猪肉里头要放山楂 那咱们这个 跟豆腐肉和山楂在一起的 这里面像是豆腐是插足了 对 为什么让豆腐来插足菜里呢 为什么让豆腐插足这个菜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头呢 想让它起到一个吸收更好的作用 您知道豆腐里头什么最多吗 钙最多呀 对吗 那钙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吸收呢 一定在酸性的环境里头容易吸收 而山楂里头的一些果酸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这和肉和豆腐做在一起的时候 肉中的维生素D含量比较高 有利于钙的吸收 而山楂起到一个果酸仔 就起到一个帮助钙的吸收作用 所以呢 既不钙 又不腻 还好吃 还开胃 那咱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做法流程 好 首先 我们如果要是选择 大豆腐 就把它切成 稍微厚一点的 一个小堆 一个小堆的 挖个小窟窿 放上一点 就我们自己熬制的一些山楂酱 或者是山楂的这种切碎一点的颗粒 像咱们像葱花似的 但是比葱花多 就可以和在里头 除了我们要和馅以外 把挖下来这块豆腐一块搅进去 然后呢 用这个肉馅稍微多一点的 塞到这个肉的 就豆腐的窟窿里头 让它上锅里一蒸就行了 其实呢 应该这道菜应该叫个让 这样让进去以后呢 肉肯定是不腻的 嗯 而且味道是 应该说是有一点点酸的感觉 所以很开胃的 而且吃起来很爽 还不腻 还好吃 嗯 就然后我还浇汁什么那么些 对 那这个浇汁呢 就看你怎么做了 一般大豆腐做出来的时候 我建议您浇一点汁 如果你在家的时候 我想告诉您的 豆腐肉山楂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淀粉 在家有打一点南瓜姜 调一下味 像在船里头游着似的 把它放进去 像在船里头游着似的